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喂豬腦袋 有沒有去放空啊 什麼 用嘴放空喔 那你是參加投顧老師嗎 不能夠講 好啦 給人家留點面子 放空股票要放對股 老船長你講的不是廢話嗎 不一樣喔 做多股票跟放空股票 是不一樣的概念 大家今天運氣很好 看到小弟這一集 我就怎麼樣 帶一下讓大家明白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啊 老船長你趕快講啊 我們做多股票 就是正常做 放空股票因為你是融券 對不對 很多的公司 其實他們的大股東老闆 都有在看他們自家 股票的一個怎麼樣 這樣走勢 你相信我啦 然後突然發現有很多人在空他們家公司的股 股票的時候喔 各位觀眾 你是大股東你會爽嗎 看衰小朋友我們家的股票啊 對不對 他就讓你空 啊 券就增加 增啊 增啊 增 增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跟他爽笑了 對不對 好 就怎麼樣 發布利多消息 然後怎麼樣 配合主力 甚至大股東自己來 用力的買 可是不對啊 老船長 這公司就虧損公司啊 對不對 哪有漲的理由啊 不必 只要融券夠高 因為你融券空下去以後 你要回補嘛 對不對 那 主力作手 甚至大股東把它往上拉 那你就會很緊張啊 對不對 公司又發布利多消息啊 哇 趕快要強補 漲停索補 沒辦法補怎麼辦 只好第二天 第二天有時候怎麼樣 再給你漲停索你就掛了 很多年前啦 有上過報紙的喔 有一檔股票叫2331的精英 現在還在不在 各位看 還在喔 公司虧損大王啊 在當年啊 所以就很多人跑去空它 再加上一些菜鳥頭顧老師喔 在那邊啊 新風作浪說公司不賺錢這樣 就一堆人空它 結果呢 就養養養養養券了 券了啊 到最後連借券的券都沒有 嘎上去 你要回補都沒辦法回補 結果這些投資人怎麼樣 走上街頭了 抗議了叫政府救他們 好不好笑啊 就是你不懂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很怎麼樣 有跌啊有跌啊 棒一個鎖漲停第二天 通通不要跑 所以一個腦筋正常的分析師 也不用說到多高深的學問 因為這個已經行之這麼多年了 所以分析師都應該有這種概念 你要空股票可以 你要空大型股 因為大型股是沒有辦法 什麼公司派壓怎樣怎樣 那個很難 比如我舉例台積電 難道說以前叫張忠謀 現在叫什麼 我不管他執行長 難道這些人會炒股票嗎 會聯合作手嗎 然後故意發佈什麼 來為了軋空嗎 沒有這樣的 如果是這種大股東 是成不了氣候 公司不可能做到全世界最大嘛 你聽得懂嗎 那格局是這麼大嘛 所以你真的要空股票 要空那種佔全職的 因為你自己認為大盤會崩跌嘛 那你就空全職股就好啦 對不對 小朋友我交一次就懂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現在參加會員 你交了會費或是你續約 你的老師要帶你放空股票嘛 請問一下最近空什麼最好 白癡都知道啊 空台積電啊 今天小跌21塊 你的老師什麼時候跟你說要看空的 上個禮拜嘛 那更漂亮啊 禮拜一一直在這裡 空到歷史最高點啊 對不對 這樣下來你看 哇鑽死了對不對 老船長沒有欸 我的老師沒有空台積電 所以從一個動作就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騙 這麼有本事對不對 看大盤是要崩跌 要空個股 那你就要表現出來嘛 不要出一張嘴啦 如果我老船長今天看壞大盤要崩盤啊 我要帶會員放空我一定空台積電啊 因為絕對不會被軋空啊 我所謂軋空是那種惡意的 你聽到像那種直接拉掌領鎖 那是小型股才有可能 所以我不會告訴我的會員說 要空小型股 不可能 因為我不是白癡啊 一定是空大型股的嘛 老船長空大型股是看壞大盤啊 廢話啊不就是看大盤要崩跌啊 當然要空大型股啊 所以這個邏輯各位懂嗎 你都要對的 那散戶因為好騙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跟誰要放空股票 你今天這一集看到這邊 你以後要懂 不要自以為是 中小型股沒賺錢空下去 你試試看 那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很多公司的大股東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們不會去空中小型的股票 真的要放空就空 大型全資股 這樣懂嗎 你看你不用交會費 對不對 老船長的節目你一看就知道 你的老師是騙子嘛 對不對 你還傻傻交會費還續約的 前面已經輸死了 就告訴你要崩盤了 股票賣光光 一筆勾� 這叫一筆勾銷啊 前面多單輸死是你家的事 我現在已經是要放空了 這很簡單的道理 演這一齣戲 古海老船長髮眼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不會幹這種事情的 我的會員不會被這樣羞辱的 這樣明白嗎 好 那大盤 今天貨櫃三雄來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有沒有跌 有啦 小跌146點 其實跌不多啦 因為一萬八千多點來講 跌146點不多 而且光台積電就怎麼樣 你看台積電的跌幅 你就知道今天大盤有沒有跌 沒有跌啊 台積電跌21塊就已經cover146點了 你聽得懂嗎 所以不要相信什麼要崩盤的這種鬼話 來 這都有壓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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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明天再跌怎麼樣 對不對 到這邊如果又上了呢 好 所以不要相信崩盤的鬼話 因為我堅信只要貨櫃三雄還沒漲 這個盤就不會崩 就算要崩最後還有一波貨櫃三雄 所以現在全國只有 有船票的人 只能夠鎖定我谷海老船長 昨天公司電話又報現了 為了下的名 因為太多人有船票 他們現在變成股市孤兒 因為他的老市已經不理他了嘛 會費就交給怎麼樣 大魔頭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半途怎麼樣 跳船的 哇也是航運股講的跟真的一樣 哇多好多好 瓦厚都瓦厚 結果怎麼樣 跳船 就是騙子 你懂嗎 那航運股呢 今天要怎麼操作 我們用泡泡龍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泡泡龍今天是平盤的 大盤跌146點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 你仔細聽好 他現在位置在這裡 我再講一次注意 假設明天我們發現 他要往100附近靠近 就是老船長跟你們講的 第二隻腳 跟我在市場上得到的情資 不能公開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我就會通知 所有的 有打電話來我們公司這兩天 今天你不要打了 我們拒絕讓你加入LINE 我從上禮拜五六日 加上昨天 請你打電話來 電話是兩天大抱歉沒有錯 可是你都沒有打你就不要了 不接受 我說過你加入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經驗都是一二十年以上的 私人的LINE 好朋友 有什麼事通知你 像這一次 這些我就會告訴我這些助理 你們放心好了 如果假設他要走的是第二條路 不是直接上這條路 不是直接上這條路 是往這邊走的話 我會通知你們 因為你這邊賣掉可以省二十塊 對不對 然後你算時間波 來到這邊差不多二月了 三月上來 就是要配合三月會宣布 分發高股息 那你就不用懷疑 因為我現在花錢去買一張 這個泡泡龍 假設才一百出頭 就是他走第二條路 對不對 那一百出頭 如果說配二十幾塊 哇那殖利率相當高 可能有二十%的殖利率 那個是搶破頭 所以會漲停鎖 所以他下來你不用擔心 他未來上去速度會很快 因為那個叫做百分之百的 怎麼樣 money money 你拿錢去銀行訂存一年 對不對 他告訴你就是不到一%的利息 但是那個息是固定的 你假如可以接受 那你就怎麼樣去存 日本你把錢存在銀行 你沒有利息是 你要給銀行錢 叫保管費 你搞清楚了沒 所以傻瓜才把錢怎麼樣 都存在訂存 在台灣也一樣 那你要去買那個高殖利率的 哇你看 如果到時候一二十%的 這個殖利率的話 那你存銀行要存十幾年 那你會算 人家法人不會算 對不對 那老船長 為什麼 有很多人要問我說 老船長為什麼法人 他這邊不買 如果走第二條路來這邊的話 他才要開始大買 因為很簡單 我這樣講好了 我認為要走第二條的路 這個機率是很大 因為這個是左腳 來一個右腳 那右腳老船長 為什麼這邊不是右腳呢 因為你看這個比例不大好 通常第二隻腳 比第一隻腳高一些就好 應該是來這個位置很漂亮 沒有錯 這樣子就滿足了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全部都滿足了 那叫做怎麼樣 滿球速 打棒球 知道吧 上去才會怎麼樣 而且會把所有的福額都洗掉 散戶都跳船了 都沒有了 那散戶的宿命就是這樣 看到沒有 這邊是散戶追的 這裡 就是網路最大頭顧帶人家都買這裡的 殺這裡的 現在都去騙別的股票 有參加網路最大的就知道 公司裡面幾乎都是騙子 每天在騙 每天都是漲停板 那都是假的 全部都假的 裡面很多我都認識 我都知道是假的 他們私底下也跟我講是假的 觀眾竟然是白癡 不騙白不騙 但是 我不會幹這種骯髒事 等一下回來 我就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走第二條路的機率大 而你又沒有打電話來 變成我們的好朋友 很可惜 導播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故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故得投顧咨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故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故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那麼在講三雄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 每天下午四點半 你必須怎麼樣 用手機或電腦打開 YouTube或是參加我的Telegram 我的收視率現在是非常之高 而且我們的觀眾都是正派的 斜派也有收視率很高的 那都被詐騙掉 那觀眾都是活該 那你咎由自取嘛 對不對 兩三天我就破解給你們看 他們怎麼騙 那現在重點來 大家看這張圖 這看起來比較遠 這長榮500多億的股本 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下來 叫第二隻腳比較漂亮 對不對 所以市場上才有人希望他來這 那我告訴你 誰 我怎麼能告訴你呢 對不對 那你不要管 你只要想說 他如果真的來這的時候 你怎麼應對 對不對 那現在在這邊關鍵 明天後天都是關鍵 那有加LINE的朋友 你們放心 要先出我會通知你們 你今天不要再打電話來 不給你加了 給你這麼多天 你一副無所謂 還有人今天很好笑 今天賣124.5 你真的很好笑 對不對 人家最高129 你不會賣129 你新來的 就算你要賣你賣這邊 對不對 也不用賣 為什麼 因為市場上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雖然希望他下來 但是也有很多的散貨 人家說螞蟻熊兵很厲害 有很多人覺得他太便宜了 第一個籌碼就擺在那邊 我不願意賣 第二個有人跑進來怎麼樣 抄底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就在撐 各位觀眾 你知道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常常覺得股票市場是這樣 該大漲沒有大漲 他可能就是要怎麼樣 大跌 他可能走第二條路 沒有看壞 只是告訴你們 假設明天往這邊走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判斷是要下來 我會通知所有非會員 但是有加LINE的朋友 那麼來這邊你可以省20塊 很好啊 對不對 然後再買更多上去 那除非市場的力量大到說 他就在這邊整了 他不下去了 不下去你也不要亂賣 所以到底要不要賣 你要有我的LINE 哎呦有押韻哦 再來一次 到底要不要賣 你要有我的LINE 對不對 我的助理散發出去的 對不對 這麼多來服務你 十幾年的這個 甚至二十年的經驗 對你有什麼傷害 那全國只有我在幹這種蠢事 別人都在招收會員 我都在幫觀眾朋友 這是沒有收費的 那你不要掉以輕心哦 假設你在這邊亂賣賣掉 他直接上了 老船長他怎麼沒有走這條路 我說可能機率很高 我有說百分之百嗎 那股市變化萬千 你自己不加LINE的 對不對 你就不要怪別人 那他如果走這條路上去 沒有差 我的會員一定大賺 賺得到 那如果走這條路的話 就很多人怎麼樣 會怎麼樣 哎對 把所有的家裡面的 剩下零股都拿出來賣 那各位去想 那個籌碼會有多乾淨 所以往往股票 為什麼要打第二隻腳 到底就在這 讓你洗一次生不如死 你以為要上去 你又追再下來再一次 有的更狠還三重底 不用啦 因為這個時間波算起來的話 要準備上就三月啦 過完農曆一年後 三月份又要宣佈配發股息 這個是不會改變的 按照慣例 而且這個利多叫做怎麼樣 傻瓜才不買 因為殖利率算出來 一二十趴 人人會搶 那你能不能過到那一關 就看你平常 是不是相信谷海老船長 下面你相信另外一位 已經跳船了 那沒有用啦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很好騙 你們真的很好騙 難怪他們都覺得觀眾是豬腦袋 但是我是這樣 我就算覺得觀眾是豬腦袋 我也不會把你們當豬腦袋看 我會怎麼樣 用開大門走正路告訴各位 這種股票本益比兩倍多 你不會輸啦 但是我很怕你怎麼樣 殺在阿呆谷啊 如果他從一百二十幾要灌到一百附近的時候 你當然要先跑啊 問題是現在還沒有啊 到底有沒有老船長 你有沒有加賣 所以問題是你不是我 老船長現在沒有辦法加賣怎麼辦 那你可以直接參加會員啊 會期的是從過完農曆年開始起算啊 所以這段時間根本是免費的啊 你自己傻傻的對不對 這段時間過年划不來扣掉幾天 你那麼會算 你為什麼現在不是住在 所謂的四季豪宅啊 你應該很有錢啊 人喔不要去計較 我常常去買東西 有時候零錢我坐計程車我都不用找 為什麼 莫忘世上苦人多嘛 我們自己做分析師賺這麼多錢 很多行業要找零什麼 我都不要 為什麼我覺得不是說我做善事 這也不是什麼善事 就是說不要太喜歡去跟人家斤斤計較 人家做小生意的很辛苦的 有的人一天還打好幾份工 我們已經是怎麼樣 在社會上是比較輕鬆的階層的 心地要好 不要去佔人家的便宜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們今天是我的忠實觀眾 因為你們每一天都會鎖定 鎖定錯的鎖定到大魔頭的 那你是兩個字活該 因為你心處不正嘛 人家演一出戲你才會相信嘛 像這個宏達電 我已經跟你們講過了 它在這邊要再累積一些能量 就好像說一張紙從天空上 要摔下去慢慢飄 如果是A4紙一整疊的 各位看過沒 是砰下去 所以就告訴你股票市場也是這樣 在這邊多套一些人 有沒有 下去怎麼樣才會摔死人 才會怎麼樣很重 才會快 甚至用跌停鎖的方式 因為我說過這個交不出成績單的 它是不會配股配息的 它是不會配股配息的 你去買這種股票 威盛好一點還有賺錢呢 跌幅比較怎麼樣還 比他們好的股票太多太多太多 為什麼 Your Teacher 就非要帶你去買這些股票 因為這些股票一開始之前有標 標也不是帶你買這 都是帶你買這 威盛帶你買這 宏達電怎麼樣 也是帶你買這 對不對 主力在這邊買 這邊大量 主力這邊的貨全部出在這 剛好你的老師接手完了這幾個月 然後最後等死 貴數也是一樣 這個我們一看就知道 如出一測 主力在這邊進有沒有 在這裡出嘛 你們買在這裡嘛 我已經提醒多久了 有這些股票的 拍泥當三個字講完了 拍泥當聽到沒有 那也是你自己找的 因為你跟的人是怎麼樣 協派的 不是正派的 看他以前的過去的記錄就知道 根本胡說八道 那個節目 如果你來我辦公室 我帶你看幾集 我告訴你他哪邊騙你就知道 你們有的時候實在是太單純 那我們一看就知道 這麼鬼扯淡 那我問你啊 一千幾百檔股票 有這麼多好股票 都大賺錢的公司 你的老師不帶你買 偏偏帶你買那個虧損公司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每天元宇宙啊 反正股票有在飆啊 主力有在炒啊 對不對 你們就喜歡啊 就帶你買進去啊 輸是你輸啊 他的口袋已經滿滿了 這個年他很肥 這個虎年 對他來講是金虎年 肥得要死啊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被騙 因為參加元宇宙被騙啊 或者是怎麼樣 if很正派啊 叫你不要買電子股啊 專門買航運股啊 結果自己跳船啊 就是這樣搞 所以你們會被玩死的 那沒關係 我的會員不會被玩死 我的觀眾 還有很多粉絲 這幾天我們公司電話線被打爆了 那沒關係 老船長會繼續坐在這邊 每一天你就打開來看我的節目就好了 盡量不要看魔頭的節目 你看大魔頭的節目 你就會被怎麼樣 堪離去啊 還有那個什麼網路很大頭顧裡面 全部都騙子啊 那個我跟你講 我講話負法律責任 那個你去看他節目 每一個都天天大賺 永遠漲停 那個就是詐騙 只是台灣的投資人 比較怎麼樣 好像很善心啊 算了啦 算了算了 有的時候我幫你換老師 整家頭顧裡面幾乎都騙子 這個換到這個沒個 你就不容 你做這張股票輸死 另外老師也是輸死 你不知道嗎 業務會跟你講 那換那個老師 其實都是一樣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我覺得人還是要怎麼樣 要相信這件事情 雖然你可能不是道教佛教 但是我覺得 人的心中一定要有信仰 真的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我相信所有有在看 投顧節目的人都知道 現在全國只有我在講航運國 而且我講實話 雖然我看好 但是我告訴你 我得到的資訊 有可能會走第二條路 那不管走哪一條路 你只要跟著老船長 就像我常跟你講的嘛 對不對 你是有保障的 對不對 我們如果要跳船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我知道他要往100邁進了 我們先跳省20塊 下來可以買更多 那到底是不是呢 你有我助理的Line 隨時會通知你 今天不要再打電話 來要加入Line 沒有人會天天怎麼樣 等你的好不好 那你今天又賣到124的 124.5或125的 那也沒辦法 現在就還沒有跟你講說 一定要走第二條路 我每天都盯著看 所以說你們一定要鎖定我的頻道 一旦我說我們出清的不是看壞 是我們下來要買更多 我沒有說出清你自己賣完了東上去 那也是你的事情 好不好 大家先講清楚 那至於你手上什麼那些沒有賺錢的公司 什麼元宇宙的 你是三個字 拍泥當 我跟你講真的 還有要放空 台積電今天大跌21塊 你的老師竟然沒有賺到 沒有帶你賺到 那你交匯費給他幹什麼 這麼簡單的 要放空股票 台積電不夠大 真的看不到嗎 不要再騙了 真的有本事你就空台積電 就是三個字沒本事 沒本事不要出來混 不要講了一副好像要崩盤了 要放空了 要放空中小型電子 你空空看 我節目一開始就有交 那是不懂股票的人 才會去帶會員做這種事情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希望所有傳票的網友 你也可以直接來找我 來參加老船長的會員 會期都是從過完年才開始起算 所以這段時間等於是免費的 不要再打電話來說要加入LINE 你可以直接辦手續 電話在旁邊 明天同一時間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